來 我們李醫師 對 我剛剛就一直在看德修 你兩邊肩膀真的有 左邊比較高 真的 真的啊 然後左邊的肌肉比較膨 我是不是因為平常 因為它膨比較重 所以我要 是因為你背吉他啦 兩邊姿勢 肌肉不平衡 姿勢不良導致的 那剛剛講很多人會問說 針灸跟按摩到底 落枕可不可以做 如果你現在落枕了 脖子已經不能轉動了 先不要按摩 有可能會越按越嚴重 肌肉會發炎 有些人根本只是一邊不能轉 按我回來 李醫師怎麼辦 我都不能轉 兩邊都不能轉 那針灸的話 其實可以讓我們的肌肉放鬆 落枕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頸椎後側的關節發炎 導致神經腫脹 讓肌肉又緊繃發炎 所以針灸可以處理 後段肌肉發炎的部分 再來還是要調整 不正確的姿勢 我這邊分享一個關於落枕 我當下真的是沒有辦法 我已經笑出來的案例 那個小朋友 他哭著眼睛紅紅的 眼淚一直流走進來 他頭歪一邊手扶著頭這樣 走進來看 我說你怎麼了 他說我今天斷考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早上起來 我頭就歪一邊 而且我到學校 坐媽媽的摩托車之後 我歪得更嚴重 老師以為我偷看別人考學 直接上課 我就很早 他我那天零分 他這一刻是他的得意科目 他都不用看書的 結果考零分 他媽媽說他昨天晚上 就是因為太得意了 覺得自己一定滿分 拿手機玩一整天 玩到晚上 玩到早上三點 然後媽媽看到他 已經趴在桌子上睡著了 頭歪一邊 然後後來媽媽把他抱在床上 就是因為他整個晚上 都在低頭刮手機 時間太長 對 維持一個姿勢 時間太長了 而且我們頸椎如果往前 頭往前凸一公分 會增加脖子的壓力 1.8公斤 很多人拿手機 角度往前30度 就會增加頸椎22公斤的壓力 所以很多人很嚴重 一整天 對 你會頸椎等於是做一個 六七歲的小孩 在你的頭上 八個小時受得了嗎 很天啊 受不了嗎 那大部分的落枕原因 很多人覺得是枕頭問題 其實常常都是生活習慣 姿勢不良 睡太少 壓力太大 維持一個姿勢太久 還有 坐席不正常也會 還有很多變天的時候 天氣一冷 那剛剛那個小朋友呢 他就是早上坐摩托車 脖子一吹到風 原本已經緊繃的肌肉 一吹到風 肌肉更緊 完全不能動 所以他才不能轉脖子 還有一個 感冒也可能會增加落枕的機率 所以大家都有發生過落枕嘛 我們接下來教大家兩招 你如果落枕 找不到醫師 找不到教練的時候怎麼辦 來 注意聽 注意的好 很重要 如果我今天是右邊肩頸酸痛 我脖子不能往右轉 好 我先把我左手拿起來 放在我的太陽穴 我們先轉左邊 我先看前面 然後我的手跟頭互推 手往頭的方向用力 頭往手的方向 兩個互頂 大概10秒 好 再來 左轉到底 也是一樣互推 大概10秒 如果你覺得左轉有角度卡住了 你就站在那個角度的地方 角度有痛的地方停住 好 接下來很重要 因為是右邊卡住 換右手 換右手 先左再右 對 右邊的話 先左再右 就是先另外一邊 再痛的那一邊 我們是利用我們肌肉收縮 可以幫助肌肉更好地放鬆 往卡住的角度這裡停 停在這邊10秒 然後再來做3次之後 你會發現你的角度有進步 進步一點 我們在那個角度停10秒 再來轉多一點 停10秒 每一次每一次 你的角度就會越來越緊 到最大的角度這樣子 對 你的角度 就會慢慢鬆開來了 第二招就是按摩 按摩哪裡 不是按摩你痛的地方 可能會發炎 按在我們中醫的位置 很類似風尺 很接近風尺穴的那個位置 在哪邊 我們的耳朵後面 這個骨頭突出來叫做乳突 這個乳突往內 大概一兩公分的地方 跟髮際線的交接處 有沒有摸到一個凹陷 這是頭骨跟頸椎交接的地方 它也是最多肌肉跟神經 交錯的位置 那我們在這裡按30秒 它是我們很多肌肉的起點 按摩之後 你就會讓你的肌肉 慢慢慢慢可以放鬆 下一個什麼 眼睛總得像金魚 是不是偷看了什麼 洗澡 德修為什麼要偷看人家洗澡 沒有 我之前有一次 左眼長的一個 就是感覺有一點 睜眼的感覺 然後我就想到 用古早的方法就一直拉 我不知道這到底有沒有用 但是在我身上是沒有用 不是算要用另外一隻手嗎 對 我一開始拉這樣就沒有什麼效 阿喜不要再當綜藝咖了 真的啦 真的假的 對 我一開始是這一隻拉 然後我覺得它還是越來越大 我就改換這隻手拉 對不對 還是沒有用 到最後 用一隻腳 最後 對... 用一隻腳 真的嗎 尖尖的 沒有 用一隻腳 對啊 對 但是我到最後 還同一邊又長了一顆 變成長兩顆 然後整個腫超大 然後那時候我都戴墨鏡 我都不敢出去 因為真的很難看 腫很大 然後那時候我當時的女朋友 還會一直覺得很奇怪 你怎麼會一次長兩顆 你是怎麼回事 是看什麼 還是你火氣太大嗎 然後那個時候 我最後終於受不了 我就跑去眼科去看 因為它真的都不會消 然後那醫生那時候就跟我說 你這個已經 是沒辦法去滴眼藥水 插那個藥膏可以消了 要開刀 對 它就是打麻針 超可怕的 然後把它擠出來 對 一定要擠 把它濃擠出來 但是擠出來以後就好很快 馬上就好了 然後那時候我就問醫生說 為什麼他腫那麼大 他說如果你一開始 有這個 有一點點症狀的時候 你就來看 就要吃藥了 對 那時候就吃藥 然後就點點藥水 他就有可能把它壓下去 而且我那時候還發現 那時候我習慣跑步 就我已經有點睜眼了 我還是一直去跑步 他說汗一直會滴到眼睛 其實對他的狀態也不好 就睜眼每一個 哪一個沒得過 對不對 我沒得過 你沒得過 你沒得過 怎麼可能 你可能小時候有得過 沒有 好 了不起 他很難相處 我沒得過睜眼 了不起 大家覺得得休有值得同情嗎 還是好笑 幹嘛都不趕來去看醫生 對啊 你好意思 你去找變身教練 依佩 來 依佩 就是我之前 其實還滿容易長睜眼的 然後因為拍八年檔 就是經常熬夜 那我其實也是 跟我一樣嗎 老方法 就是 拉眼皮 然後跟那個 熱膚 就是會有人講說 拿那個暖暖包熱膚眼睛 熱膚感覺滿有用的 沒有 就是其實這兩種 對我來講就都沒有用 然後後來我自己發現說 其實是因為通常我太累 然後跟那個火 上火的時候 他就容易會 眼睛開始冒白頭 要就長睜眼 我就會吃鼻子 然後再來就是 有一個前輩跟我們講說 他只要長睜眼的話 就用那個 然後他就可以讓他 不要發出來 然後當然 因為我就很容易長睜眼 所以我也就是聽他的話 然後去買了洗眼液 然後就是只要我每一次 覺得免疫力下降 然後要上火 然後冒白頭的時候 我就吃B群 趕快補充B群完了 以後就是 早晚我都洗眼睛 我發現還滿有用的 對 就沒有發出來 就沒有發出來 然後那時候我還沒有 就是聽說 就是要洗眼睛的時候 我比較尷尬的是 我那陣子拍戲 然後就長睜眼 長睜眼就是除了妝 很難蓋以外 加上我那時候正好在拍 偷情的戲 所以他就說 你看我不想偷了 不然就靜了下來 但他就說 你那個眼睛 那個妝是怎麼了 我說我長睜眼 他說你是不是那個 拍的時候偷看了一下 什麼這樣 這個戲太複雜 太複雜了 你們演藝圈好亂 好亂 好亂 許醫師 為什麼大家都說什麼 好像長睜眼就是這樣 好像很尷尬 很好笑 因為腫一爆就很好笑 我怎麼會覺得 什麼要偷看洗澡 因為常柔眼睛 有時候會把鼻子的細菌 帶到眼睛面 它其實還是一種感染 是 然後我怎麼說 好像拉一拉會有效 溫膚有時候有效 因為它其實是一種 阻塞 阻塞我們那個油脂出不來 所以有時候拉一拉 好像稍微疏通一下 溫膚稍微疏通一下 但是其他還是一種感染 所以通常都要重要場合 會出事 有時候要結婚前 有重要的會議 然後越大場合壓力越大 它越會發生 所以這個其實有時候 讓人家很尷尬 有一點之間同情 那但是針眼很常見 那有時候針眼 不一定是真的純針眼 有時候它跟我們的一些什麼 皮膚狀況也有關係 有一個案例 一個五十歲的一個小姐 她就說 她這個針眼跟她臉紅 困擾她很大 因為她常常針眼都發作 她擦腰膏沒笑 然後她臉紅 她說這個是更麻煩 因為她說 朋友都說 她是不是偷看人家洗澡 還尷尬 還害羞 臉紅成那樣 然後長針眼 對啊 但最早是她說一次 既然開車被警察領檢 然後就說她有沒有酒駕 結果她吹完之後 當然酒測是零 結果那個警察跟她說 你這個你要去看一下醫生 不然下次同仁 看到你還是會叫你酒測 所以她就來看醫生 那我們來看她其實臉上 那個皮膚鏡 都是細微血絲的擴張 那這種叫做玫瑰斑 玫瑰斑我們以前叫做酒糟 人家以為什麼喝酒 它是有危險的擴張 那事實上它跟一種蠻蟲有關 所以我們把它擠 那個鼻子的皮質跟粉刺看 就看到很多長長短短的 那種叫乳腥蠻蟲 然後我就懷疑說 她的眼睛可能跟這有關 因為人家睜眼都長一邊 但它是兩邊 睜眼通常都是一邊發 然後反反覆覆的 結果我就給她 請她推薦去眼科醫師看 結果眼科醫師後來打電話跟我說 很少看到這麼多蟲的 所以她那是一種蠻蟲 造成的一種眼睛跟皮膚的 一個問題 所以後來我們就給她抹殺蟲藥 然後給她做脈衝光 抹殺蟲藥 對 殺蠻蟲的藥 殺蠻蟲的藥 還是噴殺蟲劑 對 就是抹蠻蟲藥 其實她之前有說 她抹一些什麼藥膏 如果抹成什麼類固醇的藥膏 或她抹人家推薦什麼 什麼很滋潤的一些面霜 常常都覺得更嚴重 她自己都說 抹越抹越嚴重 因為那些蠻蟲 她是吃我們的油脂 還有吃我們的餃子 對 那比讓我們吃我們自己的不夠 如果你去抹很滋潤的刷 她根本就吃Buffet 她說好開心 狂吃狂拉 然後生小baby 所以她就會一直 她就會越來越發炎 所以常常用錯都更糟 所以說有時候真的以為長真眼 也要看看她是不是其他的狀況 不一定那麼單純 你看像針眼我們講說 有些人我們講賣力腫 就是單純的針眼 它是金黃色菩薩球菌的感染 但是它其實跟什麼阻塞 跟我們的壓力那些 其實上是有關的 那有些所謂的腐腫 哭完之後腫 睡不好 那個腫 那個有時候只是好像 那個實際上身體睡眠要調整 那有時候眼睛腫 嘴唇腫 那個有時候是過敏症狀 那個是要另外的處理 那個常常抹 抹不對東西都沒有用 那另外感染 除了細菌之外 其實剛剛講的 連這種蠻蟲 都可能會造成類似針眼的症狀 大家要對症治療才行 天啊 第一次聽到針眼很醜 好可怕 我第一次聽過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 請按下小鈴鐺 請按下小鈴鐺 請按下小鈴鐺